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不觉已经在华语热谈站稳了脚跟 他的粉丝基础非常牢固 像他这种靠实力和作品说话的歌手 简直不要太吃香 可以说如今的周深就是收视率的保障 每一次他登台必定会给大家贡献经典的舞台 不过人红是非多最近网上突然出现 很多针对周深的恶评 说他不懂创作还频繁参加综艺 小编实在看不懂那些抱着挑刺的心理 去听歌的人是怎么想的 听歌本是一项休闲娱乐的活动 为什么非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呢 当然小编不是不接受批评 而是有太多的人对周深的意义太多太明显 说他存在创作的短板 可是人家就是能拿出好歌 说他频繁参加综艺 但是这并不影响人家的发歌速度和作品质量 先说第一点周深参加综艺并非是不务正业 即便是实力派歌手也是需要热度的 这就是娱乐圈的现实 如果连这个都无法理解的话 那就是认知上有问题说的更明白一点 要是都没有人认识你 那你的作品再优秀又有什么用呢 更何况周深背后是有团队的 这些人也是要需要吃饭养家的 上天往往是比较公平的 他给了周深近乎完美的嗓音天赋 大家还指望周深在创作方面的天赋也非常高吗 这是不现实的创作 不是靠努力就能做到 这个创作领域天赋占最主要因素 小编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 有的歌手十几岁就已经开始创作歌曲 但是有的是七老八时也难亏创作方面的门禁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 这一说周深在创作方面有短板 这一点小编是不认的 在小编看来 周深的这种情况是不需要会创作的 因为他现在很轻松的就可以拿到非常高质量的作品 而这些作品的输出者并不是一人 这些创作者需要好的歌手去诠释他们的作品 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 当然小编并不是说没创作天赋的人 后天就一定无法练出来 而是这个情况肯定是一个质变的过程 所以这个契机就非常重要 显然周深现在是不需要往这个当面去努力的 因为就算他搞创作也很难在近几年的时间创作出如今他能轻易拿到的这些高质量的作品 这是非常现实的事情 退一步说 周深以演唱欧斯为主 此类作品都是 按照影视剧的剧情去创作的 周深显然无法去经常阅读小说 所以只能通过别人给出的歌词 去体会歌曲要表达的感情 这其实已经够了 周深的作品真的都非常有画面感 这真的惊艳到小编了 他的那首荒诚度 简直不要太凄惨 这也是小编最喜欢的一个故事 周深从大鱼开始就不断的给大家贡献经典舞台 甚至如今已经到了 只要周深登台就必出经典的情况 不得不说周深如今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中间力量了 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那些说华语乐坛新老歌手断层的人脸疼不疼 如果周深这样的人都不配成为华语乐坛的接班人 那大家对接班人的要求未免有点太高了 华语乐坛每一个时代的巨星歌手 都是慢慢成长起来的 现在就拿周深 和那些乐坛天王巨星比 就不讲道理了 只能说周深的未来不可限量 不能说如此好的苗子就一棒子给打死了 我们要做的是支持这样的优秀歌手 而不是在他们进步的时候 给他们挑刺和进行打击 这才是网友该做的事情 其实周深是真正的人间清醒 在此前的采访中 周深被问到为什么不去演戏 周深的回答让小编敬佩 其表示自己确实收到了很多导演的邀请 而且薪酬极其诱人 但是他表示自己不会去演戏 因为自己在音乐方面还没有做好 而且自己在演技方面更是没有任何的学习 最后其用一句书页有专攻作为解释 这就是周深 在小编看来周深真的已经非常优秀了 他拥有被天使亲吻的嗓子 而且他也去兑现了这个天赋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觉得开心的 很多人不知道周深是科班出身 他有如今的成就绝不仅仅是靠天赋 他是音乐高材生 将嗓音天赋开发到了最大 这样的歌手还被喷有创作短板就离谱 人家的发歌速度和作品质量 都是乐谈独一档的 为什么就看不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呢 周深是人不是神 而且他还很年轻 就算是人红是非多 也不该对如此优秀的歌手下手 周深连续四年关注高考 用红蜻蜓柔美至歌声为考生们减压 周深为高考生唱歌减压了 2021年6月7号凌晨0点04分 周深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文称 又是一年高考了 你是不是已经睡了 如果没睡的话 不妨听一下这首安安静静的歌 希望你好好试一觉 养好精神 去面对人生很有意义的一次考试 不要有压力 保持好状态 我们就赢了 加油 晚安哦 如果是早上看到的话 那也听一听放松一下吧 希望大家听了这首安安静静的歌 都可以放下紧张与压力 保持好状态 取得好成绩 与此同时 周深还发布了一则十 长达2.37分秒的音配话短视频 高中三年 匆匆而过 当高考的前一天的下午 你把所有的学习资料和试题都温习之后 当你把心态放松之后 当你把一张试题叠成了纸飞机放飞在6月的黄昏之后 这一张病格的画面 是不是让参加高考的学生们 内心得到了一丝丝宽慰 一边是美好的画面 一边是画面里流淌着的 晚霞中的红轻瓶 动人控铃的旋律 周深的用智域净化心灵的声音 让考生们的心灵有了最彻底的放松 人间天使小百灵 这暖心的歌声直达人心 如果说今年周深为高考生演唱 晚霞中的红轻瓶加油助力 很是让人减压的话 那么之前那几年周深的表现则是超级暖心 书里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周深动态会发现 周深每一年的高考都有一个规定动作 那就是为高考生用自己名人的效应 积极给考生们提醒 说贴心话 以期让更多的人不会遗忘注入 真考证 黑色签字笔 考试专用的签笔 这些必备的材料 而让自己考试的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